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四十天 五个借口 这是英国人在葬礼上最常演奏 也是史上被翻新次数最多的一首歌 1969年 法兰克新卓录制了《我的道路》 从此这首歌风靡全球 流传至今 在菲律宾 好几起歌厅打架斗殴事件 竟然是由人们争唱这首歌引起 我要按自己的方式去做 是的 这就是我的道路 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是这个世界的道路 不是耶稣的道路 耶稣说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耶稣祷告说 愿你的旨意成全 耶稣没有师徒寻找借口 他完全按照神的旨意行 但旧约中的摩西却不是这样 摩西为自己找了五个借口 希望逃避责任 真言第四章 十到十九节 智慧之路 属灵成长就好比一个旅程 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重要的不是你走得有多远 而是你一直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真言告诉我们有两种道路 恶人的路与智慧的道 也就是义人的路 圣经没有要求我们躲避恶人 这样做无异于归隐山林 而是要求我们要避开恶人的道路 不要去做他们所做的事 如果你遵从神的引领 他就会带你走上智慧的道 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不容易 但在遵行神旨意的过程中 你能体会极大的喜悦和兴奋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线细版圣经的翻译是 他们年纪越大就越发闪亮 主啊 感谢你应允我 要带领我走正义的路 请帮助我始终行走在智慧之路上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31到46节 你的道路 耶稣对神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就是耶稣的处事原则 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时要说 愿你的旨意成全 其实这也是耶稣为自己做的祷告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 说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并非耶稣无可奈何 只能这样说 相反能够如此祷告 需要极大勇气 这意味着 无论神的道路是什么 耶稣都愿意顺从 这段经文充分体现了 耶稣身为人的一面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当时 耶稣的三个密友与他在一起 这三人曾亲眼目睹耶稣显圣 而如今 他们看到耶稣面对巨大压力 感到极其悲苦 耶稣问天父 除了上十字架以外 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但他同时下定决心 无论代价是什么 他都愿意遵行父的旨意 无论如何 我们父上的代价 无法和耶稣的代价相提并论 耶稣的代价就是 要知身承担全世界的罪 所以 他心里甚是忧伤 耶稣三次祷告 祈求天父把这杯拿走 这杯指的是 他即将面临的受难和死亡 前往科西玛尼园之前 在逾越节的筵席上 耶稣说 他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不仅如此 在旧月中 这杯还常常指神的愤怒 在十字架上 耶稣替你喝了这杯 你也许正经历沮丧 忧伤或身陷险境 饱受煎熬 要知道 耶稣也曾经历过 你所经历的一切痛苦 甚至更甚 耶稣知道你的感受 你可以效法耶稣 让神掌管你的道路 在科西玛尼园发生的一切 和伊甸园事件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伊甸园里 亚当和夏娃行为的本质 是按照我的方式 而不是你的方式 而在科西玛尼园里 耶稣祷告说 愿你的旨意成全 对耶稣来说 虽然按神的方式 意味着受苦和死亡 但整个世界 却因此得到救赎 主啊 请帮助我 让我效法你的祷告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而是照你的意思 旧约圣经 出埃及记 四章第一节 到六章十二节 神的道路 这段经文 曾带给我 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我是个内向 且相当害羞的人 从本性上来讲 我并不愿意成为领袖 但我发现 连伟大的摩西 也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形下 才带领以色列人的 便令我颇受鼓舞 摩西曾寻找各种借口 试图让神相信 他不适合这个重任 在昨天和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摩西所使用的五个借口 所有这些借口 我都用过 第一 你找错人了 摩西说 我是什么人 摩西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我们都可能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够圣洁 摩西对神说 你找错人了 为什么是我 神的回答是 我必与你同在 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 我还没准备好 摩西说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摩西认为自己才疏学浅 没能力应对各种问题 总之 他觉得自己 没能力带领以色列民 但神对他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神会在恰当时机 赐给你所需的一切信息 第三 我可能会失败 摩西说 如果出差错了怎么办 这是不会成功的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 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这该怎么办呢 作为回答 神向摩西显示了他的大能 第四 我没有才能 摩西说 我没有才能做这事 他说 主啊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我本是啄口笨舌的 摩西可能有些口吃 或有其他语言障碍 怎肯听我这啄口笨舌的人呢 但神说 我必赐你口才 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第五 让别人去做吧 摩西说 请派别人去做这事吧 推辞说 别人会比我做得更好 这其实是更轻松的选择 听了摩西的话 神不是很高兴 但他说 他会派亚伦来帮助摩西 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 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 最终 摩西顺从神的呼召 同意按他的要求去做 征战就要开始 冲突一触即发 然而 形势却没有朝好的方向发展 一切都在按法老的方式 而非神的方式进行 神的子民被迫在没有原料的情况下作专 摩西和亚伦面临自己族人的批评和反对 摩西开始抱怨神 责怪神没有按照他做承诺的去行 对此 神给摩西一个更清晰的意向 他告诉摩西 他是谁 神笑于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像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显现为全能的神 至于我名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聊聊数语 神向摩西显明他是谁 神说 他是信实的 是遵守诺言的 神证明 他会与你一同受苦 诚然感受你的痛 神保证 他将赐下拯救与自由 带领你进入与他的亲密关系之中 并引领你进入应许之地 你永恒的家 但当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时 以色列人因苦工仇烦 不肯听他的话 摩西向神抱怨 说他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他说 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 法老怎肯听我这啄口笨蛇的人呢 圣经中的很多故事都遵循着这个模式 最开始出现的是神的呼召和意向 而后 所有挑战和困难接踵而至 神的道路并不平坦 他意味着很多非同寻常的挑战 但最终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你说 我必与你同在 感谢你赐给我无比荣耀的特权 让我可以听从你的呼召 行走在你的道路上 即便有时情况会变得更糟而非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 请帮助我依然执着前行 佩博的补充 那时候就睡着了 真正的危险就在于闭上眼睛 今日金句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孩子 你要听从我的教导 就必延年易受 我已经指示你走智慧之道 引导你行正确的路 你行走 必不受妨碍 你奔跑 绝不会跌倒 你要持守教会 不要松懈 要守护好 因为那是你的生命 不要涉足恶人的道 不要行走坏人的路 要避开 不可踏足 要绕道而行 因为他们不作恶 就无法入睡 不绊倒人 就无法安眠 他们吃的是邪恶饼 喝的是残暴酒 义人的道路 好像黎明的曙光 越照越亮 直到大放光明 恶人的道路一片幽暗 他们不知 被何物半岛 欲言彼得不认主 耶稣对门徒说 今天晚上 你们都要离弃我 因为圣经上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群将四散 但我复活后 要先你们一步去加利利 彼得说 其实所有的人都离弃你 我也永远不会离弃你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 今夜计较以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就算要我跟你一起死 我也不会不认你 其余的门徒 也随声附和 在克西玛尼祷告 耶稣和门徒 到了一个叫 克西玛尼的地方 他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我到那边去祷告 他带了彼得和西比泰的 两个儿子一起去 他心里 非常忧伤痛苦 就对他们说 我心里非常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跟我一起警醒 他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上祷告 我父啊 如果可以 求你撤去慈悲 然而 愿你的旨意成就 而非我的意愿 耶稣回到三个门徒那里 见他们都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难道你们不能跟我一同 警醒一时吗 你们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诱惑 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 肉体却很软弱 他第二次去祷告说 我父啊 如果我非和慈悲不可 愿你的旨意成就 他回来时 见他们又睡着了 因为他们困得 眼皮发沉 耶稣再次离开他们 第三次去祷告 说的是同样的话 然后他回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还在睡觉 还在休息吗 看呐 时候到了 人子要被出卖 就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 出卖我的人 已经来了 耶稣被捕 出埃及记 第四章 上帝赐摩西能力 摩西回答说 他们不会相信我 或听我的话 他们会说 耶和华根本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摩西说 是一根手杖 耶和华说 把他丢在地上 于是摩西把杖丢在地上 杖变成了一条蛇 摩西连忙跑开 耶和华说 你伸手抓住他的尾巴 摩西就伸手抓蛇的尾巴 蛇在他手中 变回了杖 耶和华说 这样 他们就会相信 他们祖先的上帝 耶和华 就是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上帝 曾经向你显现 耶和华又说 把手放进怀里 摩西把手放进怀里 手抽出来的时候 竟患了麻风病 像血一样白 耶和华说 再把手放进怀里 摩西又把手放进怀里 这次再抽出来的时候 手已经复原 跟其他地方的疲劳一样 耶和华说 纵然他们不听你的话 不信第一个神迹 也必定相信第二个神迹 如果他们两个神迹 都不相信 还是不听你的话 你就从尼罗河里 取些水 倒在汉地上 那水 就会在汉地上 变成血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向来不善言辞 即使你对仆人 说话以后 我还是不善言辞 因为我是个捉口笨蛇的人 耶和华对他说 是谁造人的口舌 是谁使人变成哑巴或笼子 是谁使人慕名或眼瞎 不都是我耶和华吗 去吧 我必赐给你口才 只是你说什么话 但是摩西说 主啊 请派其他人去吧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 利卫人亚伦 不是你哥哥吗 他是个能言善辩的人 正要来迎接你 他见到你一定很欢喜 你要把该说的话传给他 我会赐你们口才 教你们如何行事 他要替你向百姓说话 做你的发言人 你对他来说 就像上帝一样 你要把手杖带在身边 以便行神迹 摩西回到家里 对他的岳父 叶特罗说 求你让我回埃及去 探望我的亲人 看看他们是否在世 叶特罗说 你平安地去吧 耶和华在迷殿 对摩西说 你只管放心回埃及去 想害你性命的人都已经死了 于是摩西拿着上帝的杖 带着妻子和儿子 骑驴返回埃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到了埃及 见到法老的时候 不要照我赐给你的能力 在法老面前行神迹 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 他必不让百姓离开 那时你就告诉法老 耶和华说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 让我的长子 出去侍奉我 但你执意不堪 看啊 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在途中夜宿的时候 耶和华遇见摩西 想要杀他 他的妻子 西伯拉拿起锋利的火石 割下儿子的包皮 放在摩西脚前 说 你真是我的血狼 这样 耶和华才没杀他 当时 西伯拉说 血狼是指割离一事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到旷野 去迎接摩西 他就在上帝的山上 遇见摩西 并亲吻他 摩西把耶和华 吩咐他的 以及要他行的神迹 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和亚伦一起回去 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 亚伦把耶和华 对摩西的吩咐 详细地告诉他们 摩西又在百姓面前 行了那些神迹 百姓相信了 以色列人 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 看到了他们的苦难 都服服敬拜他 出埃及记第五章 摩西和亚伦见法老 之后 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 对他说 以色列的上帝 耶和华说 放我的子民走 让他们到旷野 去为我守节气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 我凭什么要听从他 放走以色列人 我不认识他 也不会让以色列人 离开 摩西和亚伦说 西伯来人的上帝 向我们显现了 求你容我们 走三天的路程 到旷野 去向我们的上帝 耶和华献祭 请你让我们去吧 免得他用刀剑 瘟疫来攻击我们 埃及王说 摩西 亚伦 你们竟敢煽动 百姓矿工 快回去工作 法老又说 这地方的以色列人 如此众多 你竟叫他们停止工作 当天 法老就对埃及监工 和以色列人的 公投下令 从今天开始 不许在供应草 给他们制砖 叫他们自己去捡 但上交的砖的数量 要和往常一样 一块也不可少 因为他们懒惰 所以才嚷着 要去给他们的 上帝献祭 你们要加重 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无暇 再听那些 蛊惑人心的话了 于是 那些监工和工投 就出来 向百姓宣布 法老下令 不再供应草 给你们制砖 你们要 自己设法去找 但上交的砖 一块也不能少 百姓只好 在埃及全国 收集碎和节 当草用 监工催逼他们说 你们要完成 每天规定的数目 像从前 有草食一样 他们又鞭打 以色列人的公投 说 你们这两天 为什么 没有像从前一样 完成规定的砖数 以色列人的公投 来见法老 向他哀求说 你为什么 要这样对待仆人们 监工不给仆人们草 却命令我们做砖 还打我们 其实 是你百姓的错 法老说 你们是懒惰的人 懒惰的人 所以才让着 要去给伊和华信计 回去继续工作 我不再供应草给你们 但砖 要如数交起 以色列人的公投 听见每天 做的砖数不可减少 就知道情况不妙 他们从法老 那里出来的时候 遇见摩西和亚伦 站在外面等候 便埋怨二人说 愿耶和华监察 惩罚你们 你们使我们在法老 和他的臣谱面前 有了臭名 使他们有借口 来杀我们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 主啊 你为什么这样 苦待你的子民呢 为什么要派我去呢 自从我去法老那里 奉你的名发言后 他更加虐待你的子民 你并没有拯救他们 第六章 上帝应许拯救以色列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就要看见 我怎样用大能的手 对付法老 那时他会让以色列人走 甚至把他们赶出埃及 上帝又对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曾以全能上帝的身份 向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显现 但没有让他们知道 我的名字是耶和华 我向他们坚守所立的约 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 赐给他们 我已听见 以色列人 因受埃及人的奴役 而发出的呼求 也想起了我的约 所以你要转告 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伸出臂膀 重重地惩罚埃及 救赎你们脱离 埃及人的辖制 脱离他们的奴役 我要接纳 你们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上帝 这样你们就知道 我是你们的上帝 耶和华 曾救你们脱离 埃及人的辖制 我必带领你们 进入我举手其事 要给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那片土地 把它赐给你们做产业 我是耶和华 摩西把这番话转告百姓 可是他们因为残酷的劳役 无比沮丧 不听他的话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再去见法老 要他让以色列人 离开他的土地 摩西却说 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 法老又怎么肯听 我这桌口笨蛇的人呢 我怎么会想到 过一步 真的 没想到 我这架子 我这边 我这边 我这边